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質量200公克 也就是0.2公斤的棒球 以20公尺每秒這樣飛過去 進打擊手,擊出反向 反向30公尺每秒的速度 若作用時間是0.2秒 得打踢是等於0.2秒 則擊球時,平均作用力為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f 是等於ma 所以這個平均作用力 取平均 這個等於多少呢?m 乘以平均交互度 平均交互度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速度變化 除以時間 好 那這個m是等於0.2公斤嗎? 乘以多少? 速度變化 好,那我現在用正物號代表方向 我令這個方向是正的 這個方向我令它是負的 好,那這個 這個應該是 墨速嘛 減掉這個初速了 好,現在墨速多少? 墨速是30公尺每秒 往左嘛 往左是負的啊 所以是負30 扣掉多少? 扣掉初速 進來速度是20公尺每秒 往這邊是正的 減掉20公尺 除以0.2秒 所以是約分 所以是負的50公尺 那負號代表什麼? 負號代表往左 他平均交互度是往左 那你可以取決類子 他的那個 磅球受力大小是50公尺 所以答案是50公尺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